想要让家庭和乐 首先我们必须要懂得孝顺父母 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五人关系中 亲子关系居五人之要 是一切道德的根本 孝道直击于耻 成为一切教化的来源 在亲子关系中 父慈子孝 被视为是家庭幸福美满与否的重要称考指标 孕可以改变你的命 从爱家呢 因为呢自己从小出生 就是父母亲的呵护照顾 所以孝亲爱护家庭 让家庭和乐 其实就是要孝顺父母 当我们建立和乐的家庭 我们才能够去帮助众生 所以呢 齐家自国平天下 从自己内心的和平 可以帮助社会的安定 也希望世界和平 现在呢 时事多变化 而且呢地球就唯一一个 我们应该要发好的心 好的念头 发大菩提心 慈悲 祭物众生 世界 其实呢 是缤纷多彩 社会五花八门 可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生命丰富 唯有自己不断的服务 去利他充实自己 会发现自己的生命 会发现自己的生命 其实呢 可以多采多姿 身体健康 可以帮助众生 也可以呢 累修福报 希望大家能够 从今天开始 告诉自己 我的命 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我的运 是可以运转的 唯一呢 就从你的内心开始 孝顺 放在现代社会的 世框之下 可以不是百依百顺 但是要有绝对尊重 可以不是握冰求礼 但是要能感恩回报 懂得感恩 就会祈福 就能尊重 让孩子体认 一切幸福所得 皆出自于父母的爱 在孩子说出感谢的同时 孝顺的种子 已经悄然地 升职于亲子关系之中 法治新闻来龙学永 台北采访报导